會否人長大了, 已經沒有想念 還是甚麼原因 以後越長大, 越不喜歡發脾氣 不喜歡吵架 為甚麼會變成這樣 不知道為甚麼, 越長大就越來 因為可能你以前小時候 整個世界就是看 我很喜歡看愛情漫畫 看電視劇, 那就是很多這些幻想 你越長, 發覺出來有工作壓力 很多事要兼顧時 事業心越來越強 對 希望愛情越來越簡單 就已經是最永久的 所以那段初戀最後維持了多久? 年紀 分手的原因是… 分手很不開心, 是很恐怖 是因為知道她又是偷性的 她是…第一個男朋友 她是唯一一個很正人偷性的 但她就… 騎每個人都可以 這麼可憐? 對 那她不偷吃 但那時候你又覺得一年快就要分 正常應該還是要站著 她是…她的胸部真的容易 哎呀, 最怕的是控制服務 而且她… 穿衣穿雙倍的 你今天還要穿上級 知道嗎?很多男人都看著你 對, 而且她要… 她很多時候每時無刻 都要知道你做過甚麼 還有一件事, 她不喜歡我講英文 為甚麼? 她覺得我講英文 看她面前的英文 是因為我少看她 但你一起在外國留學 她在外國留學不講英文 她說甚麼? 說中文 即她玩了所有接觸的人都是中文? 對 每次…因為當我吵架時 你知道人家想不到東西 可能一兩嘴想到甚麼就說甚麼 然後她每次都說我在侮辱她 然後我發覺根本無法溝通 即是你只是在說英文 對, 她會覺得… 對不起… 你不跟我講英文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對, 她會覺得我看不起她 為甚麼她會這麼害怕 對著你 可能大家的背景都很不同 所以… 因為我很小時候 她自己會… 其實是她自己看低了自己 而且她沒有讀書 她打破了 好, 所以最後你忍不住 大家的身分、階級、性格 這麼大的紅溝 這樣就說分手 對 正常的控制器 應該不會那麼輕易分手 對 她每天打電話 打到凌晨5、6時到7時 一開始就恐嚇我 不行就說要自殺 最害怕這些 即是她說她殺了你也不害怕 對 即是你懂得保護自己 她說她要自殺 你如何看著她24小時 沒有 然後她自殺後不行 又說弄我的朋友 弄我的家人 最後過了一段時間後 我只想過了幾個月 我想她自己冷靜下來就沒事了 其實很多時候 你拍拖的時候 當爸爸好地地 你不會知道你親人 原來有隱藏著 不合理 但你初戀就弄成這樣 會否令你後來拍拖的時候 有很大陰影 有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之後我就變得很暴躁 爹 你怎麼禁著男朋友 你說吧 你說吧 在床上 學回她 可能因為我第一個拍拖的印象 就是這樣 我還會覺得用武力解決問題 但是第一段關係的陰影之後 你經歷了多久才開始相信愛情 拍拖呢 進來到答訊的環節 Dora就問 我男朋友生氣了我 我們整個月都沒見 哄了她幾個星期 還整天提起我氣氣她的事 但其實事情很無聊 究竟怎樣才能哄她呢 Dora 其實如果你不是給她帶綠帽 或者敗了她的身家 或者是扔掉她最喜歡的三副鞋 人物玩具這麽大件事 這麼小事都可以生氣你整個月的話 其實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就是她根本不愛你 因為很愛你的人 是不捨得生氣你這麽久的 第二 其實她是一個很自私 只是愛她自己的人 所以她感受大過天 她生氣 她不開心 她有心情 比你整個死狗 那麼痛 極都哄不回她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這麼小事就激怒的另一半 男也好 女也好 就算這次被你摸爛臉 可以一起回來就怎樣 跟著下去可以怎樣維持呢 可能過兩天 你又會因為一些很無力的小事 跟著她又生氣你整個月的話 不隨時下去工作 除非你是被虐狂 所以你覺得這樣才有安全感 這樣的另計 否則正常的人 都應該是兩個大家相處的時候 覺得很舒服 很開心 大家互相成長 那才可以活動 即是說句話 吐一口氣都怕對方生氣的話 那就比坐牢更辛苦 就算讓你和彭于眼在一起 你說錯半句 他就會生氣你整個月 失蹤幾個禮拜的話 其實你也不會享受的 對不對 其實我們做了差不多一人 應該要承認一件事 人夾人有時候有些事 真的不能勉強 曾經開心過的話 那就算了 無謂勉強下去 對不對 不要那麼反戰 傻豬 今集你的時間差不多 有甚麼愛情問題 記得傳到以下的電郵 address 我們下集見 拜拜